私生活一直备受争议的艺人张博之 前年11月诞下三儿子 小王子张、李全、马克思 不过马克思的生父到底是谁 这个谜底到今天外界都没有解开 但不要说孩子生父的身份这些那么隐私的问题 外界连马克思的样子到底长成啥样也都莫衷一世 令人安慰的是 疯狂没上社交账号的张博之 经常有意无意的曝光马克思的各种侧脸跟身影 令人可以窥见马克思的容貌 5月30日 张博之又更新了两条跟马克思在家里玩的小视频 结果不小心把马克思的正脸完全曝光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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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et me change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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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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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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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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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马上又换另一辆车了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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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了我的车没有了 我好累了 OK你往这个 OKOK 视频可见马克思坐在玩具车上玩得相当开心 而在画面中一闪而过的马克思 看到他的脸蛋圆圆 眼睛大大 言之跟张博之有几分相似 早前张博之为自己奔私的生日庆祝 晒出与三名儿子的合照 当中马克思一头金发 网友立即猜测 生父是外国人 甚至有传与张博之的绯闻男友利友有关 不过这次马克思的正脸却显示 他的发色偏深 面容的轮廓更像亚洲人 令网面再度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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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